各位小七車觀點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Mike 我現在人在Tesla內湖的展示中心 今天呢 Model Y這個大家非常期待的一個成見休旅 正式抵達展間 所以我們也來到現場 為大家實地來參觀一下 並且了解一下這次 Model Y有哪些特點 那台灣Tesla呢 是在今年9月23號的時候 正式在官網上 宣布Model Y已經可以開始訂購 那編程的話有兩個 入門的車型是Long Range 售價是229.99萬 那頂規的話呢是Performance 售價是259.99萬 那今天現場剛好兩台都有展出 白色的車型是Long Range 黑色的是Performance 待會會為大家進一步說明 那Model Y這個車型呢 它其實可以說是 Model 3這個車型呢 它的休旅車的版本 所以在造型上 是非常的相似的 它在國外呢 全球首發的時間是2019年 從它發表之後 大家就非常期待這個車型可以導入 那終於是在今年9月 開始接單 據說呢目前接單的狀況是非常的好 很多車主呢 都在等車 那預計是今年底 大約第四季的時候呢 應該最快第一批車會來 而且台灣市場的Model Y呢是由 德國柏林的GIGA Factory 超級工廠來做供應的 所以在規格上呢 可以跟歐規比較接近 像是會有CCS2的插座等等 待會也會為大家實際來看實車 那現在我來為大家先說明一下 這一次兩個車型 基本上的一些規格 Long Range車型呢 它的續航里程 最高是 542公里 0-100加速的時間 是5.0秒 那Performance車型呢 它的續航里程 是514公里 0-100加速的時間 是3.7秒 兩個車型呢 都是雙馬達 全輪驅動的 極速的話 Long Range車型的極速是 每小時217公里 那Performance的話呢 可以來到250 基本的外觀配備上 Long Range車型呢 它搭載的是 19吋的 Gemini的輪圈 那如果是Performance車型 它會升級到 21吋的 Uber Turbine的輪圈 並且也會搭配 高性能的煞車 還有低位懸吊 也就是它的車身 距離高會比較低一些 那也會升級車內的 鋁合金的踏板 那兩個車型呢 除了有基本 標配的 Auto Pilot的 輔助駕駛之外呢 也可以加價 11.1萬 選配EAP 也就是 增強版Auto Pilot 自動輔助駕駛 它的功能包含了 自動輔助導航駕駛 自動變換車道 自動停車 以及智慧召喚等等功能 那如果你要升級到最高階的自動駕駛功能呢 FSD全自動輔助駕駛 它的報價是 22.2萬 開放訂購 之後呢 會提供的功能 是交通號制 還有停車 標誌的一個控制 那也會有城市街道上面的 自動輔助轉向 當然目前這兩個功能是還沒有開放 大家可以自行斟酌要不要訂閱 現在我為大家說明一下 Model Y的尺碼 它定位呢是在中型的休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車身的長寬高呢 長是 4750mm 寬是 1921mm 高是 1624mm 軸距呢 是2890mm 這樣的規格其實是可以看到比Model 3 還要再放大 所以雖然造型很像Model 3 但實車呢確實是比較大一些的 那看完它的尺碼上的差異呢 因為Model Y畢竟是一台休旅車 所以它的離地高也有做一些提升 Model 3的離地高呢是 140mm 那Model Y在Long Range部分 它的離地高呢是 172mm 所以可以想見 它會有更高的一個地形的適應性 那如果是Performance車型 因為它配了低位版的懸吊 所以它的車身距地高呢 是157mm 也還是比Model 3來的高 那外觀除了有尺碼的差別 雖然它們兩個造型非常像 但仔細一看呢 Model Y它在車身的四周 輪拱都有做塑料的防刮材質 那車尾的下導流造型呢 也跟Model 3有一些不同 所以 看起來呢是比較具有一定的粗廣特性 但上半身 還是融合了非常流線的一個造型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Model Y的車頭行李箱 它的容積也比Model 3還大 Model 3是88公升 到Model Y的話有117公升 所以可以看到 它的深度也比較廣 那車頭這個行李箱區域呢 它也包含了 乳刷水的添加孔 現在我來為大家說明一下 這次Model Y在車頭上的一個亮點 就是呢 這次來自德國柏林 GIGA Factory的車型 車頭已經移除了超音波的感測器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之前試的Model 3 在車頭這個部分它有做超音波感測器 在Model Y呢就已經取消了 車頭是非常的平整 那當然呢它的頭燈是LED的 而且呢是矩陣式的一個設計 所以在夜間它有一定的光型的變化能力 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這次從德國柏林廠送來的Model Y呢 前後窗都是用雙層的玻璃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Model Y它採用的充電插座 位置呢是在左後尾燈外側的部分 隱藏在室蓋裡面 打開之後可以看到它用的是 CCS2的規格 所以這也是符合目前 Tesla的一個趨勢就是全面轉換 CCS2規格 不再使用TTC了 那充電的功率方面呢 目前快充最高就是250千瓦 所以根據原廠目前 網頁上的公佈的數字呢 以第三代 V3的超級充電站 250千瓦的功率去充 你大概低電量進去 15分鐘之後呢 就可以多大約 兩百有六十一公里的續航里程 所以我想 這樣的表現呢 如果長途旅行的話 搭配足夠的充電站 應該還是夠用的 那Performance車型它跟 標準的Long Range車型 除了差在輪圈不同之外呢 其實車尾呢有一個非常明顯的 碳纖維紋路造型的壓尾式的尾翼 所以看起來就更為動感一些 好現在我們來到Model Y的車尾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間表現 音樂翔也是很多人非常期待的 大家知道呢 Model 3的行李箱空間是425公升 那如果是Model Y的話 因為它的車高比較高 那內部空間當然比較大 所以標準的話呢 就 854公升 可以看到呢 行李箱中間有一個杖板 那這個杖板我們可以把它往前推 做一個折疊式的 設定 那當然也可以直接 完全拆除 那行李箱空間可以看到非常的平整 也沒有什麼門檻的落差 掀起底板之後 底部的空間 也是非常的深 而且呢 兩側也都有提供非常大的置物空間 所以 如果再把後座椅背 透過 左邊有兩個快速按鈕 做左右側的分離青島之後 最大的置物空間可以來到2041公升 我想以同級車來說 也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數字 那也是車主們 會非常期待的地方 好現在我們坐在Model Y Long Range車型的 駕駛座我們來為大家看一下它的內裝鋪層 其實可以發現它跟之前介紹過的Model 3呢 幾乎是如初一側的 前方呢沒有儀表板 也沒有抬頭顯示器 那配的方向盤是3V的 兩邊有多功能的滾輪 排檔桿採用線傳的設定 在右側 那中控台部分呢 它配了一個15吋的懸浮式螢幕 把所有的車用的功能都整合在裡面 那之前試駕TESLA的影片當中 我們有為大家說明 有哪些豐富的功能 那這一次Model Y比較特別的地方 在於它多了一個 Bio Weapon Defense Mode 就是生化武器的防禦模式 可以看到在空調的選單裡面 有一個類似化學毒物的按鈕 按了之後它會啟動這個模式 它會透過它裡面的HEPA的濾網 可以過濾空氣中0.3μm這個大小的微粒 達到99%的一個效果 那包含病毒啊 細菌或是花粉粉層等等 都可以過濾喔 那原廠表示呢 可以讓車內的空氣品質達到 隨時非常清新的一個狀態 那目前這個功能在Model 3上面是還沒有 不過S跟X上面都有搭載 那之後Model 3會不會有呢 我們也會再為大家做追蹤 好現在我在Model Y的後座 我們來為大家說明一下 大家最關心的空間表現 以前座呢 目前有其他的客人一起在看車 它調到一個比較標準的坐姿 其實可以看到後座空間 比Model 3是寬裕非常多的 那這次Model Y呢 它在座高部分也有特別加高 大家可以看到 座椅底部的支架 它向上提升 所以整個座高比Model 3的視覺效果 是來得還好一些的 那頭部呢 它配置了一個 非常大面積的全景天窗 從前座的頭部一路延伸到 後座向後下方繼續傾斜 中間也沒有像Model 3這樣有一根橫桿 去干擾到你的採光 所以 車內空間算是非常的 明亮而且舒適的 那當然它的 全景天窗它有做一些 抗紫外線的一些處理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 顏色的深度 那後座的座椅部分呢 之前也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市場的特斯拉呢 它有針對後座的椅墊 做一些 加長的 設計 可以讓它的乘坐感更好 那台灣目前從德國柏林過來的車呢 座椅還是標準的設定 並沒有做加長 所以可以看到我身高180公分 那我的 大腿呢 在後方一部分呢 是沒有完整的支撐的 這是大家會比較在意的地方 那座椅的調整的部分呢 後座椅背可以做三段的手動倾斜調整 大家可以看到 調到最躺的話呢 前面的膝部空間還是非常的夠 那頭頂上方也不會頂到 所以 低邊180公分入座都還是相當充裕 那你要做的挺的話呢 也都可以自行調整 所以 後座空間應該可以符合這個極具買家的一個需求 那當然 在 中船的後方 它有提供出風口 以及Type-C的插座 那後座地板 當然也是非常的平整 所以如果到時候 後座的椅墊呢 可以再做加強的話 我想它整個產品競爭力 會更加的提升 好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來到 Tesla內湖展間為大家帶來的 Model Y實車的現場報導 大家是不是也跟我們一樣呢 非常期待 可以在之後上市之後呢 來試駕這款車型 因為它是非常多人 都已經訂車在等了一個休旅 那你是已經下訂在等車的車主呢 還是你在觀望 你對Model Y有什麼樣的想法 什麼樣的問題呢 都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 那之後我們可以進行 詳細的試車的時候 可以再為大家做一個說明 請大家也記得訂閱 小記者觀點 YouTube頻道 我是Mike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謝謝